10月28号,中潮临赛第27轮,山东鲁能江客站上海上岗。 26号晚上山东鲁能球员已经提前两天到达了上海,球队四名爱员集体出征。 而另一个久违的身影就是王大雷了,在过去一段时间王大雷学习的日子里韩若则很好地完成了一个替补球员到和和首发球员的转化,这对山东鲁能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塔尔德利在缺席了两场比赛后终于再次得到了与球队一起出赛的机会,不过能否获得出场机会还不确定,毕竟在格德斯区的进球好心态有了很大的改变, 也逐渐得到了李肖鹏的信任。 山东鲁能与上海上岗的比赛其实最着急的不是山东鲁能,毕竟鲁能方面基本锁定能下赛季压冠联赛资格,最大的目标是足鞋杯决赛。 而上岗和恒大都对这场比赛非常看重,一个期待拿下山东鲁能继续保持基本领先,一个谋求山东鲁能可以阻击上岗,为自己的夺冠实现便利。 上岗方面与海赛季报销,胡尔克和赫冠将会复出,主帅佩雷拉将继续停赛。 预计胡尔克,奥斯卡和埃尔克森的巴西分叉也会首发出场。 山东鲁能没有其他伤病情况,球队的心态也比较轻松。 于上岗的比赛,山东鲁能谋求的是打出自己的水准和风格,可能会拿着上岗模拟,一下与北京国安的足鞋杯决赛,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于山东鲁能来说倒平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山东鲁能可能会针对性安排盯方对方的外援,如何防守于比埃拉风格,类似的奥斯卡将会是一个重中之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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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